好了 我要告诉各位 更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 你知道就是说 我们通常去看一件事情 我们通常去看一件事情 以这一个各国进口金额 各国进口金额 我们能不能暂时先不看这一个年 否则这一个一个月的资料 它会影响整体性的趋势线 对吧 所以这边一样 我们先把年 年好 来这边 我们就设定 我们因为太多的资料 在这边其实也不是很好 好 没关系好了 我们就只要删掉 就是筛选掉2022年 所以怎么做这件事 所以点它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年 显示 小于2022 然后套用 你有没有看到趋势线就不一样了 可以吗 好 来 而且请问是不是只有这一张 是的 因为只有这一张有个那个年吗 对不对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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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